大家好,我是蓮 我是薇薇 今天上海天氣超級好 現在已經變成了秋天 就是雖然有大太陽 但是天氣很涼爽 所以我們就跑來外面閒晃閒 我們今天要到新的網紅景點 就是上升新手去拍照 然後因為中午都還沒吃飯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家附近還蠻有名的老麵店 然後來吃吃看 對,我們剛才找那個麵店的住址的時候 一看就在這裡啊,怎麼沒有看到店 還以為他倒了 對,因為他躲在一個小小的縫隙裡面 我們現在是老弄湯麵館吃飯 然後他是大眾點名上 上海麵店服務榜的第一名 他服務真的很好 我們一走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們講說 歡迎你來我家吃麵 然後跟我們說 雖然我們避開來找高峰 但是大部分的招牌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點了他兩個推薦的 對,我們完全沒有看菜單 就相信了他推薦的 對,他說什麼我們就吃什麼 所以我點了一個八寶辣醬 就是他推薦的說四分四素 然後不會辣的 不會辣是重點的 然後會不會點了一個 辣肉麵加上... 什麼... 很厲害的焦頭 對,什麼玉香雪菜肉絲吧 好像說在老上海才有的焦頭 講看 我點的是辣肉拌麵加洋山玉炸菜肉絲焦頭 女人,你這碗麵應該把它全都拌 哦,好的,謝謝 沒酒證 不好吃,這好吃 好的 上海麵的精神 好的 剛剛被老闆教育了 他說要把這一碗麵 每個東西都拌在一起吃 可是我有個怪癖 我喜歡每個東西分開 然後夾著吃 不是重一下老上海的食法 這是我個人吃任何東西的怪癖 然後這一碗辣肉拌麵 它剛上來的時候真的是看著就很有食慾 因為它的辣肉竟然還分了兩種 一種是這種塊狀的辣肉 然後它炒得非常上色 表面是橘紅色的這種辣醬 除了一般的辣肉 它還附上了辣肉糜 就是在你拌麵的時候吃會更有味道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非常貼心 然後也為整碗麵提升了一個層次 辣肉本身其實就很夠味 就是配的麵就很好吃了 然後它因為是拌麵 而且還另外給我加了蔥油 上面就有這種炸過的蔥油絲 這真的是太好吃 就吃蔥油版面的精髓 就是吃這個炸過的蔥 你還沒介紹到那個焦頭 然後畫龍點睛的就是這個焦頭 它看起來爛爛的 就是沒有什麼食慾 很像寶寶吃的東西 但是它超級好吃 它是羊山芋 然後配著有一點甜的榨菜還有肉絲 然後它那個羊山芋我不知道是馬鈴薯嗎還是 口感有點像馬鈴薯 對就是這種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它煮到整個糊掉化掉 然後就軟綿綿的澱粉的香味 然後配著這個辣肉麵一起吃 就中和掉了一點那個辣的味道 這碗麵真的是 我覺得這可以算是我在上海吃的麵裡面 數一數二好吃的 我們以前吃過很多這種老上海口味的麵 這一家乾淨精緻 而且竟然又這麼好吃 我真的覺得很推薦大家來吃 我這個八寶辣醬 說是上海本方的老焦頭 原本覺得普普通通可能就是一般的辣醬 結果一次完這個味道真是驚豔 他說是用四種葷 四種素組的 葷是蝦子 雞肉 豬肉 鴨針 然後素是 小碗豆 土豆 然後豆干 還有紅蘿蔔 耶 背起來了 就這包裝東西去炒成醬 然後拌在湯裡面 那個味道很濃郁 但是卻又不會鹹 剛剛這個麵是有點筋道的 連那個湯喝起來都非常對味 這真的是我在上海吃過最好吃的麵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小小遺憾的點是 這個蝦有點太脆了 如果它是那種比較紮實的肉感 然後更鮮甜一點會更好 不過這碗麵吃起來整體真的口感很均衡 然後又帶有嚼勁 又不會過鹹 香味很足 真的還是很好吃 剛才老闆看我們在拍攝就走過來 我們本來還有點緊張 想說是不是不給拍 可能怕生意忙不過來 不過他是特別過來跟我們說了這個 羊山芋的故事 這個羊山芋其實就是馬鈴薯 然後剛才老闆很驕傲地跑過來說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的羊山芋吃起來這麼好吃嗎 因為我們是用最老上海 就是他奶奶那一輩的方式在煮 像這個羊山芋可以看到 就是他其實是切成條狀的 但是他入口的話不會整個化掉 你可以先感受到他的口感 然後再來是他那個酥爛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炸菜那個脆脆的口感 還有肉絲的香味 真的是一個看起來樸實 但是非常好吃的焦頭 吃飽飽 吃超飽 如果你吃不飽你可以跟老闆講說 你要加麵 加麵都是免費的 所以就會吃得這麼飽 這一家老麵館雖然在一個 名不見經傳的地方 然後還很難找到 但是他真的很好吃 一開始看他裝潢這麼新 還覺得有點擔心 是不是那種假的老麵館 對 後來看他其實從1981年 就有這家店 他只是後來翻新的 現在應該是有原本店主的孫子在接的 然後那個孫子真的是非常的熱情 難怪他是服務榜的第一名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他的口頭餐就是 歡迎你來我們家吃麵 一邊吃麵就一邊聽到他招呼客人 真的很親切 然後他還會一直跑來問你 就是有沒有吃飽啊 然後趕快把料拌在一起 不然就不好吃了啊什麼的 很怕你吃到的是沒那麼好吃的麵 對 然後我們在拍照 他還說趕快吃不然麵會糊掉 就是一個真的是服務很好 總之就是非常推薦大家來吃這家店啦 環境很好然後麵超好吃 老闆服務也很好 對就是雖然聽起來我們說得很浮誇 但真的是我們在上海近期吃過 最好吃的一家上海老麵店 真的體驗非常棒 對 然後當然大家如果還有自己心目中 那一個最好吃的老麵館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推薦給我們 那我們現在吃飽了 就是去我們今天的目的地上身心所逛逛 當個一日王美 嗯 吃完麵來喝個飲料 我們都一致想要喝那種酸酸甜甜的飲料 然後呢你做了什麼你自己說 點了一個雞蛋仔 不懂我剛才吃了三兩麵的人 現在給我吃雞蛋仔 吃甜點不行喔 包裝精美的雞蛋仔 最近很想吃雞蛋仔 你隨時都想吃東西吧 嗯 不好吃嗎 外面蠻脆的 蛋糕香蠻重的 但是裡面不Q 雞蛋仔裡面就是還有點麻糬的感覺 才夠味啊 這個 不行 廣費我在吃了三兩麵之後 還騰出空間來吃它 有點讓我失望 不推 阿臉真的很嚴格 我個人覺得還可以啊 因為它的外表真的很酥 你看這邊是 這種已經是餅乾的質地了 然後裡面的話 雖然說沒有到像麻糬那樣酥 但是它也算是有嚼勁的啊 它唯一對我的缺點可能是有點調味的太淺了 口感方面我覺得很好啊 阿臉真的很嚴格 不可以 飲料的話我們點了凍檸茶 就是很一般的凍檸茶 讓大家科普一下 上升星座以前是哥倫比亞俱樂部 中間那個游泳池是以前俱樂部的游泳池 會有很多外國的帥哥美女在那邊游泳喔 帥哥美女才不會吃雞蛋仔喔 其實有點吃不下 因為是沒有很好吃 台南等到了 陳迷魚自己吃雞蛋仔的男子 欸很多欸 吃了好久 怎麼又是你啦 怎麼又是你啦 一架的上升星座發現它比我預想中的大很多 就你一進來會是一種很大的建築物 裡面有一些展覽 然後再來是一些網美店 這邊就是網美店 然後走一走就可以到最重點的游泳池 這裡不貴是網美聚集地啊 超級多人的 然後超級多 穿搭的很特別 很有風格的女生在這邊拍照 然後我們現在到那個最熱門的游泳池這邊了 今天剛好遇到有活動 還在游泳池上面搭了一棟小樓 其實它這兩邊有蠻多店家的欸 不過真的很可惜今天遇到這邊的活動 沒辦法把最漂亮的游泳池拍出來 只能在旁邊吃雞蛋糕 雖然那個游泳池在辦活動沒有最漂亮的景可以拍了 但是外面其實也還是有蠻多不錯的小地方 有一些牆壁啊 或是建築啊 都蠻可以拍的 大家游泳池旁邊的這一面牆也蠻好拍的喔 特別是陽光灑下來這種感覺 有一種秋天的味道 整個上升星座逛得差不多了 除了游泳池其實也蠻多漂亮的地方可以拍照的 但就不是那麼有特色了 游泳池還是最有名最認得出來的地方 對 可是今天來了一個不是好時候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們喔 然後也可以到Instagram跟Facebook 就是跟我們有更即時的互動 那今天就這樣啦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